修行人做什么行业好? 如果做全职工作,就没有时间听经了。 修行人做的行业,一定要选择正业。 在佛法里面称为正命。 也就是说,不会造恶的行业,比如说杀生,偷盗,邪淫,妄语,和引诱人饮酒,这些行业我们都不要从事。 这都是在造恶业。 所以选择的行业要是善业。 我们不要追求获得多少工资利润。 要追求自己灵性的提升。 如果人有福报,无论做什么样的行业,都会有福。 就是你命中该有多少钱财。 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会有的。 因此呢,我们就应该选择善业。 何必冤枉造作恶业呢? 那么在工作之余,尽量地挤出时间来学佛。 听经文法,非常重要。 我在没有辞职以前,也是在工作。 也是全职工作。 但是都能够挤出时间来听经文法。 一般来讲,所谓的全职工作,也就是一天八个小时。 那还有十六个小时,由自己安排。 只要自己能够善用时间。 减少不必要的应酬。 不浪费时间。 我相信你能够找到很多的时间来学佛的。 是在人为。 还有专家。 谢谢你。 请不吝点赞。 感谢观看